停轿 小妖叫停了凤年 下来后对众人讲 我还想着去拜访这小月顶另外一位朋友 你们先回紫金顶 待会儿 我这朋友自会送我回来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可没听说 这小月顶还住着其他什么人 不管如何 奉命不可违逆 婢女教夫都只好一脸猛圈地离开了 见他们消失在山道上 小妖立马钻入了丛林 她可不信 有什么好事会在山脚等着她 锦去了幽灵 锦为什么要去那两兵交战之地 小妖来不及多想这些 小月顶的各种山路 她以前采药的时候 早就烂熟于心 钻入丛林后 小妖脱掉了外边贵妃华贵繁琐的衣裙 扔掉头上沉重的珠钗 就像是一只小鹿 穿过交错的陵墓 扶开无杂的藤蔓与荆棘 向另一处山口跑去 到达山下以后 她用仅剩的一块玉佩换了一匹快马 一刻不停地向着青秋而去 第二天入墓时 小妖到了青秋 她不敢轻易就去屠山府 便悄悄寻去了落的住处 远远的 落的屋子竟没有烛光 小妖心中冷了半截 还是气喘吁吁地推开了那扇破败腐朽的墓门 落 她大声地 焦虑地呼唤着 落竟然在院中 她就如一具老旧的物件一样 横沉在幽暗的院子里 无声无息 一身落满了暮色 看着门口出现的小妖 她急跳起来 一瞬间就冲了过来 伸出了双臂似要将她拥入怀中 小妖并没有躲开 可她的手在还向她的时候 垂落了下来 景说的是对的 那天 枪炫派人来告知小妖要急于小月鼎为老轩元王福大丧时 他们就明白了 枪炫不会再放小妖回来了 她这一生 早就别无所求 这条残破的命苦苦之称 不过就是为了守护小妖的幸福而已 她从紫金顶带走过一次小妖 而今再去一次小月鼎又有何妨 她一言不发地掏出了那个瓷瓶 一旁的未听见状 念露惊恐之色 冲上去就抓住了她的手 眼睛里透出一种极度的震惊与恐慌 不行 她坚决地说 落甩开了她的手 就欲离开 景却挡在了她面前 你 不能去 景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的说 这一次 就算我们两个合力 都带不走小妖 落笑了笑 能不能带走又能怎样呢 她 都会去的 她没有死在海岛 却可以死在小月顶 她宁愿小妖能 踏着自己的尸体 离开那桎梏固球龙 与她心爱的人双宿双飞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许 这就是她活下来的意义 以前为了红江 而这一次 是如此迫不及待 心甘情愿地 为了她最爱的人 她不怕粉身碎骨 她可以用一枪鲜血 去淹没那个王婷 不行 景抓住了她的手 再怎么样 那是小妖的家 那是她的哥哥 我们 还有其他的法子 看着景眼里沉静的光芒 骆停下了脚步 你信我 景对着骆认真的说 没有谁比我更急切她 盼着她回来 你信我可好 骆的手垂了下来 你只需在此等候 如果我的法子不管用 我们在一起 合力冲上小月顶可好 而今 这个朝思暮想的人 正喘息着 出现在她面前 景坐到了 可她却去了幽灵 她用这么一个法子 保住了小妖王婷中 那只圣空壳的家 并让她有了自由 骆 景呢 景是在府里 还是真的去了幽灵 小妖着急地问道 一年多未见 她那张原本如满月的脸 有了些苍白与憔悴 景已被任命为清远将军的副将 前日以领兵开拔去了幽灵 落到 她已准备了马车 让佐尔在山下等你 你没有看到他们吗 小妖呆了一下 懊恼道 我怕贵妃别有用意 不敢照着她的意思 就自己寻着别的山路下了山 回来找你们 这可怎么办 走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这就即刻去幽灵吧 骆一边说 一边牵出了她那匹兽马 并在桌上留了一张条子 你给谁留的 小妖亚然 未听 骆面无表情地说 小妖只一瞬间地亚然 便用助言花换了容貌 与骆翻身上马 在暮色中匆匆绝尘而去 小月顶 宣贵妃在空荡荡的电雨中待了四天 她不知道 这个王姬 是如何在这可怕的寂寞中活下去的 而且还待了整整一年多 她只在小月顶住了三天就已很崩溃 觉着再多一天都会疯掉 每天除了几个婢子在庭院中清扫 按时送来一日三餐 剩下的就是寂静寂静 早晨太阳从凤凰林那边升起来 傍晚再从雕花翘角的电雨那边落下去 日复一日 一成不变 夜晚的风框当框当扫着树枝与狼颜 窑洞的影子仿佛要从那月白色的窗帘上挤进来 四周 田径的只剩些微末的声音 连叶片离开树枝 颓然落下都清晰可 贵妃虽然知道这里还住着一些婢女与侍从 但她总觉得这种空洞的巨大的寂静 仿若整个小月顶只剩下她与那个已被埋葬的老轩猿王两人 她整夜整夜都睡不着 以前在乡下 夜晚虽然寂静 却还有她两个哥哥夜归时醉醺醺的声音 远处也可闻犬吠与鸣 安静中总有些人间热闹 宫中就不多表 那是万众簇拥的华贵与热闹 基本就没有时间寂寞 她从来就没有陷入过这种渗入骨髓的境 仿佛一个死去的人还活在这个世上 贵妃突然就后悔了 她很害怕王姬真的彻底激怒了枪炫 如果枪炫不再来小月顶 她难不成要代替王姬在这鬼地方活下去 那还不如现在就要了她的命 不过宣贵妃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 第六日的午时 她心神不宁地躺在榻上五眠 正怎么也睡不着 忽就听见店门吱啊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脚步声 游远极尽慢慢向着内侍走来 仿若有一种熟悉的气息渐行渐进 宣贵妃心如锄骨 面色潮红 又激动又紧张 赶紧被对着内侍的门帘躺下 修长的手指紧紧捏在了一起 脚步声停在了门帘边 那人似乎在那站了很久很久 久到贵妃都快沉不住气 想起的身来看她一看 见她身子动了动 脚步声便愁愁着走进前来 旋即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了踏边 宣贵妃已经闻到了 枪炫身上熟悉的气息 但她依然没有动 她一直都很好奇 枪炫跟王姬待在一起时 究竟会做些什么呢 会不会也跟与她在一起那样 翻云覆雨呢 贵妃洋装熟睡的样子 一动不动 连翻身也不翻一下 她看不见她的样子 她在一边坐了很久 真的很久很久 久到连她都感觉到纳闷 她似乎也害怕惊扰了的睡眠 只呆呆地看着窗外 仿佛察觉到她已经醒了 她回过头再看她 半晌才喃喃地说 那日是哥哥不对 以后 以后不会再那样了 贵妃惊呆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平日里冷淡 聚傲 喜怒不形于色的帝王 声音里竟充满了卑微 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少年 在祈求着原谅 你答应过邪祖娘娘的 我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一辈子都要不离不弃 互相扶持 枪炫低落而悲哀地说 你不愿意那个 我以后再也不会强迫你 但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她声音里的悲哀与低微 让宣贵妃的心都碎了 哥哥 她唤了一声 起身就扑到她正愣的怀里 如由蛇一般贴向她 缠绕她 只是在那一刹那 枪炫就将她推倒在地上 她看着她 脸色铁青 眼里露出凶狠阴力的光芒 哥哥 宣贵妃在那一瞬间 内心充满了惊惧与茫然 贱人 枪炫嘴里狠狠地吐出了这两个字 便不再看一眼倒在地上的贵妃 拂袖而去 小妖雨落 在路上飞奔了十天 许是这一路劳顿与长久的玉姬与苦闷 经过一片荒野时 她眼前一黑 就直直地从飞驰的马上坠了下来 这一路劳顿与你